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好的 大家好 我們來玩 微攻烈陣兵 雖然說烈陣兵這個角色他是標榜 四個技能都可以任意搭配有不同的用處啦 但是我自己玩起來其實 我覺得強的是只有三種 一種就是我們這場要玩的 微攻鐵頭 再來就是勝率最高的背水鐵頭 還有就是特殊情況在用的背水角級 那既然背水鐵頭的勝率最高 那我們為什麼還有必要去玩另外兩種技能呢 那答案就是因為這個角色 他的counter真的非常明顯 有些角色你用 背水鐵頭是處理不了的 應該說你用背水陣是完全沒辦法處理的 那這個時候就只能玩微攻了 絕對不是說你選了微攻 就可以屌打那些原本的 那些非常大的counter爸爸 但是呢 至少會讓你比較有 周轉的餘地啊 首先這個微攻他的機動性 就比背水陣 重點可見的好非常多嘛 你就算打不贏那些counter爸爸 你還是可以繞過他們 去抓對面的後排 或者是拉扯一下 給隊友製造一些空間 不用像背水陣那樣 時刻到底 但是通常因為counter太明顯 你還是打不贏的 那再來就是 圍攻 他可以把小兵放出去 你可以利用野怪把小兵先放出去 因為通常那些counter 類陣兵的角色他們的counter 原因就是因為他可以從你身上的這些小怪獲得非常多的好處 比如說像是吸取的妙娃花或者是 這個勇鳥 烈陣陰 神術路卡 不然就是甜了美後等等 他們都是因為你的小兵越多他們才會越強 那如果你把小兵放出去的話 就相較來說他們就占不到那麼多的便宜了 當然不好打還是一定的 但是 至少是比背水陣來的有機會許多的 各位可以嘗試看看 不是什麼時候都一定要用背水陣的 這就是為什麼這個角色好玩的地方 那我們這邊的話是 搶到了野怪上到了6等 但是我們的圍攻還在cd 這邊的話有點不想跑 因為我覺得跑了應該 還是有機會被收掉的 就不如直接硬幹 那這邊非常可惜 差一點血量 這個隊友不是很爭氣 那這邊看起來他是要被玩死了 那我們這邊的話是 中路跟這個冰酒也都掛了 那沒辦法我們只能先去下路 少一波這邊只有這個路卡 那感覺他也要掛了 那我們這邊先用兩段圍攻 收掉鯉魚王之後呢 再繼續阻擋這個 年美龍得分 因為我們的三個小兵 所以攻速很快 圍攻如果說是可以在近距離 起手的情況下 你一定是要用圍攻起手 最好就是圍攻兩次 然後再用一個鐵頭 趁對面要逃跑的時候 做一個追擊 因為鐵頭 在這個小兵撞到人的時候 是會把對面的人吸起來的 類似像 這個 象牙豬的地震那種感覺 會把人吸在原地的 所以說算是一個距離蠻遠的 不錯的控場 距離跟卡比獸爾的跳是差不多的 這邊這個呆呆獸 雖然說上到九等 但是因為我們的控場太強了 他應該是大招都來不及暗 就被我們秒掉了 那我們這邊收掉年美龍 上到九等之後 直接開大 那這個大招要注意他的傷害 如果說你 逆時針走的話 傷害是最高的 那剛剛是因為有地形的關係 所以逼不得已只能 順時針走一下 如果說他的大招 順時針走位的傷害是1的話 那 直走的傷害就是1.5 那 逆時針的話就是2 所以說傷害的差距是非常的大 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人 玩烈陣兵 他的大招傷害很低 就是因為方向走錯了 所以說情況允許的情況下 就是 能逆時針就逆時針 不然的話至少也要直走 順時針的大招是真的沒傷害 那我們這邊的話上面 不知道這個打野 這快龍到底在幹嘛啊 反正我們上塔 這個 這邊推了 然後電馬桶來了 那我們這邊的話 就要必須要來支援一下 這邊因為距離很遠 所以我們就先用鐵頭騎手 再接圍攻 那這邊 小兵還在的時候 再趕快跳過去一個鐵頭 把對面的人吸住 這波是直接完成了 守塔 他經驗值也拿到不少 這邊對面有點硬要 我們這邊人都還在 而且我們這邊是有坦克的 所以說 他們這個決定是有點衝動了一些 那我們這邊推掉這個塔 沒有推掉 然後被這個怪力干擾了 那我們這邊直接先把怪力收掉 還好我們有這個月亮伊布 可以幫助我們滾起這個雪球 這邊先用兩次圍攻 但是還來不及用 就已經收掉這個黏美龍了 反正就是 能用圍攻的時候 就先用圍攻 然後把小兵都叫出來之後 再用鐵頭去追 其實這個東西 說真的也不難玩啦 那如果說你要 秀的話 大概就是先用圍攻 然後再 用鐵頭加個閃線 跳過去之類的 其實也沒什麼太多的操作 那我們剛剛是 不想要開大招 就把這個人頭給 暴力龍了 因為剛剛應該是說 我原本以為 可以用走位 躲掉他的大招 但是移速沒有那麼的快 那我們這邊來下路 看到這個九尾 又死掉了 我們這邊衝動了 直接跳過去 被帶來受吸住了 其實我知道他是有大招 但是我想說 他可能 不會 那麼的果斷 就開大 結果他就開了 那就沒辦法了 然後這個時候隊友 全部都跑去上路 推了 但是被一隻怪力給守住 然後下路直接 放空城 然後這個時候 可能無能狂怒啦 真的是 看不懂 這個打野 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這邊 跳過來 因為這個時候 帶來受已經沒大招了 基本上隨便我打的 這補願鳥是一個大招 就把他收掉 因為現在不開大招的話 等一下也不用開了 那這個時候 對面死了 三個我們就可以 再去上路 開這個電馬桶 這邊的話 先把這個野區 收一收 因為這個打野感覺 不知道在幹什麼 玩一個快龍 然後物件全掉 這個時候 我們就只能靠自己 這邊看到這個年美龍 走位非常前面 我們看看他旁邊是有沒有人 這邊看到怪力 這邊先用鐵頭 再用圍攻 跳過來 圍攻 最好是不要把它當成一個 單純的位移技能 可以的話 盡量是 撞得到人 會比較好一點 或是撞野怪也可以 不然是撞什麼都可以 都是可以放小兵出來的 那我們這邊收掉 古月鳥之後 這個暴鯉龍 沒辦法 他有這個霸體 鐵頭沒辦法暈住他 但是這邊把對面打退了 就可以過來吃 這個電馬桶 那這樣我們雖然說下塔掉了 但是我們還有一點點小小的優勢在的 這邊對面還想要過來搶 直接被月亮一部關住了 那這一波就可以把他們再收一次 感覺對面放掉的話 也並沒有什麼損失啊 因為我們現在如果電馬桶過去的話 其實他們是來得及把他吃掉 是不會影響到龍團 但他們死了兩個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比較賺了 這邊我們還有空閒 可以去反一下對面的野區之類的 但是野區都被吃光了 那就沒辦法 看能不能來投個分啊 OK這邊隊友投到 但是我的話應該沒有機會 果然被斷了 那這邊就體現到一個好處 就是圍攻 真的是比較能跑 如果是被水陣的話 很大紀律就是要打到底了 如果隊友不幫的話 非常有可能這邊就跪了 那這邊看到這個禮玉王 不知道幹嘛跳過來 直接被我們的月亮一部控住 就可以直接把他收掉 那這邊的話 就要小心這個呆呆獸 我們千萬不要太早進去 先給隊友打傷害 好我們等到實際成熟了 這邊看到快龍大招 我們再忍耐一下 直接跳過去把呆呆獸收掉 那這邊對手死了三隻 然後一個去偷分了 這邊古夜鳥過來 那我們就先收掉這個古夜鳥 直接過牆把它收掉之後 然後對面剩下一隻誰 剩下一隻 這個 年美龍 看起來是不會被他搶到的 那這個禮玉王開了大招 也於是無補 我們這邊 開了鐵頭瞬間他就閃現了 那我們就不理他 直接去投球就好了 因為我們這邊分數 老實說應該是輸的 就說這個時候就先不要管殺人 先投球為主就好 這邊有鐵頭 用這個圍攻打這個呆呆獸 但是 他的大招還在 因為剛剛他是連大招沒開 就會秒了 那我們這邊的護盾已經掉了 那這時候也沒辦法 因為我們這種東西他的傷害就是比較 比較偏 比較偏癢 應該說他是那種很多段小傷害累積起來 這種傷害就比較難 在塔下強殺對手 通常會被塔的護盾跟補血給圍起來的 當然是我們的時間應該是可以讓我們再批一下 因為對面的人 全部都在這邊 那我們只要把他們留在這裡的話 這場就贏了 這邊就直接過來 送對面溫暖 只看我們被對面真的圍毆起來的話 還是手無伏技之力的 直接就被秒殺了 好的那我們這場圍攻列陣兵 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部影片見再見